欢迎收看最前线新闻,我是张静玲 新北幼儿园群聚再加一累计有33例 是70多岁的幼儿园负责人 因为行动不便,列为第二层的接触者 没有想到解隔离回家之后喉咙不适 去医院裁剪才确诊 指挥中心也说将会讨论是否要拉长解译时间 隔离了7天左右 然后在先后都有裁剪是阴性 所以离开隔离 说的就是幼儿园的负责人 当时疫调被列为接触者的接触者 属于第二圈 按规定集中检疫所需要隔离5天 但前面有两天在家隔离 总共7天隔离解除 明明做了两次裁剪都是阴性 却在凡家两天后喉咙不舒服 警觉高就一发现阳性CT值16 他应该算起来的话 潜伏期大概是一周左右 隔离程序之前 在这个幼儿园的场域当中 有接触 不管是接触到人或者是接触到环境 这个部分而感染到 幼儿园负责人打过一剂莫德纳仁染疫 紧急在匡列他的家人 但回头来看 若是确诊者的接触者 需要隔离14天 而第二圈接触者的接触者 只需要5天 这回按16221 一切按照规定 结果都已经回家了 才出现症状 虽然他自述没出门 但难保和社区或家人 完全没有接触可能 指挥中心坦言 要考虑延长规定 匡列接触者的一个 恐怕要更严格 认为可能在匡列第二列 就能够足够了 那现在看起来是不够 而另一个上载疫调的个案 还有陶勤确诊女员工 接触者46人 45个都是阴性 一人带彩 陈世中认为可控的可能性较高 应该是在这个飞机内的内部 那个环境所感染的 蓄坠感染源 毕竟机场高风险区域 境外移入个案又不断增加 16号一口气多了10例 全是无症状 就算持阴性报告 还是得透过入境筛检揪出 其中又有6例突破性感染 全球充高疫苗涵盖率 但看来就算打疫苗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天本新闻 连至周深SNG小组特别报道 而昨天公布确诊的陶琴女清洁员工 新北的活动时也曝光了 在9月10号去过新庄老街 全家超商清风店 还有五庙店以及好市多 陶琴300多人的披下裁剪 都是阴性 卖场外头顾客刚买完东西 或者被进场消毒人员 喷洒大量消毒水 看到时还是不小心紧张了一下 因为又是确诊者足迹 新北市府16号公布 陶琴公司员工案16213 在新北的足迹 集中在10号 而且都在新庄 包含老街早市 两家全家便利商店 以及下午4点58分 去过好市多新庄店 除了新北外岸16213 在桃园去过全连加勒服超市 台北则有一蓝拉面 台北别管 而虽然新北店家都还是正常营业 主要因为都有定时消毒外 每天都还有大清销 曾经出入过相关场所的民众 还是得多多留意身体状况 毕竟这名陶琴女清洁人员CT值14 感染的还是Delta 筛检站在帐篷下 大家戴着口罩排队准备裁检 除了有一般民众之外 还有陶琴公司的员工 那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匡列 目前匡列的385位 这名个案匡列陶琴职场接触者39位 家人亲友6位隔离 至于公司人员华善机务人员进行PCR采检 截至16号下午5点 还好347人都是阴性 根据了解案16213的同居人也是陶琴员工 包括他的同居有人也是阴性 Delta病毒来世洶洶 高贵疫调足迹曝光 防堵工作 风景神经 TVB新闻 实际员林志伟 时运厅新北桃园采访报道 而台湾自行采购的108万剂莫德纳 以及64万剂的AZ将会在明天抵台 而从明天开始会提供给75岁以上的长者 来打第二剂莫德纳 由地方政府造册接种 上一批莫德纳抵台已经是8月15的市 过了一个月第7批终于要来了 这回108万剂台湾自购莫德纳会由华航在运从美国出货 9月17晚间约9点40分抵达 而近2到3周内也渴望再有近百万剂莫德纳到货 而好消息不止这一件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发文说第7批莫德纳是首批由美国厂出货 也是历次供货单一批次数量最多 还透露指挥中心天天写信周周视讯会议在催货 到现在为止大概到获到1730万剂 大家知道到前天打了1250万剂 那剩下大概还有500万剂 都是在安排在这一段时间都来打 前前不少人苦等不到打第二剂莫德纳 指挥中心也宣布 只要7月9号前打第一剂 间隔满10周75岁以上就能接种第二剂莫德纳 不过香港有青少年打BNT出现37例心肌炎或心胞膜炎 其中30人是打第二剂后发病 香港专家呼吁12到17岁民众只打一剂BNT 也建议从大腿注射疫苗来预防 平均的年龄是15岁左右 那大概平均就是住院5到6天左右就可以出院 医生会建议说大概出院之后 一段时间比如说三个月左右 要避免一些激烈的运动 香港各方面的意见都有很多 那这些意见我们都会持续的收集 那作为我们的参考 香港跟我们一样都是黄种人 个案可作为台湾借禁 只是台湾青少年9月22号即将开打BNT 但指挥中心不明快积极给指引 只说还在收集意见 恐怕会让不少家长不安心 TVS新闻的男后期文台报导 上午在桃园有白色自小客车行进路口 疑似车数过快 碰到路口有轿车要左转 煞车不急 结果是失控撞上了分隔岛 一辆白色小客车开在马路上 因为前方突然有车要左转 驾驶疑似要闪避 却来个大弧度行驶 直接撞上中央分隔岛 碰的零件和告示牌瞬间喷飞 这是发生在16号早上桃园龙潭的中心路口 警方调查证明驾驶九侧值为零 疑似车数太快了 遇到前方转弯轿车 想闪避却来不及反应 时空撞上中央分隔岛 车子碎片散落一地 引擎冒烟 目击者赶紧拿出灭火器 就怕发生火警 驾驶头部内出血 身体多处擦伤 经过急救后 没有生命危险 整件事情 驾驶疑似开太快 反应不及 就撞进医院 昨天早上有男子跟朋友 到捷运中山站 说在过马路的时候 被右转的计程车给撞上 但问奖下车之后说没有撞到 双方为此 爆发口叫 巷子里小黄温奖 方便速度到路口右转 下一秒却听见巨大声响 让他吓了一大跳 原来白衣男子 指控小黄温奖撞到他 一气之下竟然朝车子挥拳 要对方下车 说清楚讲明白 双方越说火气越大 连路过的民众都停下脚步 用手指着车身撬起来的地方 毁损的零件是后柱试板 让他气得向对方提告毁损 而许新问奖说 当时他请乘客先下车 不收钱 加上到派出所做笔录 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 都没有办法再客 重回事发现场 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巷子里 是一条单行道 而一旁是中山捷运站 邻近百货公司 民众看到车子经过 都得靠着两侧慢慢行走 这附近还有几间文青咖啡厅 每到傍晚就会出现排队人龙 但车一辆接着一辆 甚至会围停在人行道上 民众只能冒险走到车道 过马路时还是得要多看两眼 一不小心恐怕就会发生意外 TV的新闻黄金国家 马远台北报导 下午在高雄 有机车一次逆向骑斑马线 结果在路口撞上了左转的轿车 女骑士当场人车倒地 在地上哀嚎 民众是赶紧帮忙撑伞安抚 左转灯亮起轿车变换车道 加速要通过 结果这时突然从斑马线 窗出辆机车 从右边撞上人车倒地 女骑士倒在地上哀嚎 脚上都是瘀青皮都磨破了 一旁还有好几名的热心民众路过帮忙撑伞 驾驶也赶紧打电话报警 上前关心伤者 好像看到的时候是一个要所转 好像啦 因为我们只有听到撞机声 不要转弯的时候 他就这样状况 我不晓得他有那个状况 他就这样状况 还搞不清楚状况 只知道自己左转灯刚亮起步 就听到撞机声 假使眼懵了 怎么会有机车撞上来 还好不到200公尺处 救世消防队跟派出所 救护车在5分钟之内赶到 将骑士送一救治 而事件发生在高雄新星 中正民主路口 在16号下午1点多 时机路口突然发生碰撞 停等待转时 与一部普通重机 那个蔡姓女子发生擦撞 骑士仪式是违规红灯逆向 想走斑马线 在同一个路口 就直击到有不少骑士 把自己当成行人 把单马线当机车道呼啸 光是这个路口 一个月就有5件车祸 造成4人受伤 而高市交通局统计 A1死亡车祸中 已未注意车前状况 占23% 再来是唯一规定让车 而闯红灯 在22件的A1车祸中 机车就占了18件 新人三件 挤进了前三名 现在不要再把红绿灯当餐考用 跟自己的生命安全过不去 TB的新闻 徐克室张立丽 林雄玄 高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议会报告 议员王世坚 送上了魔戒 要当柯文哲曾经笑马英九贪婪 结果自己也变成了贪婪的咕噜 忙着追逐权力 第二任只想着要选总统 那个曾经笑说 马英九是贪婪的咕噜 的柯文哲 自己也成了咕噜 我把这个魔戒送给你 挂在你办公室 送上大礼给警惕 不给市长站上台 柯黑议员王世坚先下马威 批克文哲心已在2024 他要进军中央 导致他无心事政 提醒柯市长 全力就像魔戒 一带上去就脱不下来 王世坚一人称场 柯文哲复议会报告第一天 不见杯葛固定班底国民党 柯文哲在预告将用台北通 建立健康通行证 绿色代表接种两剂疫苗 黄色是打过一剂 红色表示都没接种 显示绿色的人不止未来 能直接进入公共场所 有这个话我们可以加速 比方说老人共餐 你有打两剂的就可以开始回来吃饭 不然如果我们也没有这个设计的话 整个台北市的餐厅内用的问题 很多区民活动都没办法执行 万事俱备就等中央点头 但第三剂疫苗 柯文哲可就无法再等 举在28亿买下去 议员很担心是否会买这场牌 那你要买中国的国药跟科兴吗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发这1500块 跟发重阳进脑筋有什么不一样 今年是疫情 纾困啊振兴 所以这样思考 这不是保抗证说以后都要给你 蓝绿紧盯防疫振兴 疫场上少了炮火不再咄咄逼人 柯文哲被询首日似乎格外轻松 TVBS新闻刘宇俊高 是航利品SN小组台北报道 柯文哲就说 台北市公宅已经盖了一万八千户 为了怕债留子孙 先停下来想一下就引发批评 像内政部就说了 如果北市府要暂缓 那留给中央来接手 柯文哲是气得怒呛次长花进群 说等你盖完第一户的公宅 再来跟我说话 咬牙切齿边走边骂 为了北市社宅 柯文哲24小时内 两度杠中央 内政部是听到柯文哲的声音了吗 没多久急澄清 并无抹黑台北市新办社宅之成效 警官新社宅进度 应无误会或可操作空间 但让柯文哲 都是内政部15号的这篇新闻稿 台北市图停设宅 应建署深表遗憾 中央将更积极新办 因为柯文哲出席居住正义论坛时表示 盖了1.8万户设宅是时候要停看厅 外界解读柯文哲不盖设宅了 不过柯文哲隔天否认 强调是检讨政策议会专案报告上 更进一步抛出未来设宅判民建民营 本来就是一个检讨 他们刻意要扭曲也没办法 你看看 这个也是 这很典型的认知作战 先有个人出来讲 昨天发敬群就不要打脸了 等你盖完地图再跟我讲话 得意洋洋自己反将一军 确实由中央新建的社会住宅 年底前可完成1.5万户招标 但目前完工库零 而唯一新建中的也只有位在新北市中和的保二安居 也就是锦销社会住宅地下四层地上十六层 总计会有三百一十七户 也难怪柯文哲敢大胜 因为就连苏贞昌也无法反驳 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把社会住宅做到更好 苏贞昌亲亲待过 柯文哲似乎不想 心情放下 有电动机车车主就发现 电池异常发热 导致车子发不动 而求助客服 对方居然要他牵车到一公里外头的服务中心 而类似的状况不止这一桩 其他车友也碰过了冒烟漏辣的情况 才刚换完电就发现车子故障 电池面板异常发烫 换电站不给换新 只好联系客服 但车主反而换来一肚子气 他的第一时间回答是叫我回去 把电池放回车子里面 然后将车子迁到服务中心 给服务中心的祭司检查 但是这个时候电池是已经发烫的 我就很担心我的电池 再放回车子里面会造成什么影响 就怕发生危险 因为被要求牵车到一公里外服务站 好不容易达成嫌疑 工程师跑一趟回收电池 等一小时都没下文 下有一点多自己打电话询问 才被告知可以到换电站取电 说好的八月底账单补偿折地 公司作业疏失还被酸 但不止一个人碰到类似问题 有车主换完电显示故障灯 车同样打不开 甚至有人漏蜡大冒烟 还要客户自行想办法回车 电动车业者回应换电站 周期性保养也会联动 随时监测电池状况 若长期累积外力影响 内部温度可能异常升高 电池蜡溢出代表安全机制 正常启动防止压力过大 释放白色气体也是正常运作线上 但电池异常处理SOP 不少车友反应有待加强 台中有轿车开到了一半 冒出浓烟 女驾驶发现不对 竟是赶紧停车求救 而热心民众见状是拿出了灭火器来帮忙 但是火势却越烧越大 火源似乎靠近了油箱 最后整辆车几乎都陷入火海 马路上出现火烧车 停在后方的轿车驾驶赶紧来把车开走 附近好多人目击狂打119报案 居民往后退退退 警销到场前甚至传出了两三声的爆炸声响 汽车已经完全陷入火海 消防车一路鸣敌赶来现场 消防队员拉水线要赶紧灭火 火势似乎集中在车尾 警销先确定车内没有人受困 喷水灭火 瞬间浓烟窜出 几乎遮蔽了整条马路 意外地点在台中南区建成路上 15号晚间6点多 白车的女驾驶开到这里 发现车子在冒烟停靠路边 疑似车内已经有浓烟蓄积 她打开前后车门 再跑到旁边的轮胎行求救 跑这边叫我们说 能不能帮忙打火 轮胎行师傅二话不说 抓了灭火器就去帮忙 但火源疑似靠近油箱 杯水车薪 热心民众要再去拿另一个灭火器 已经来不及 继续还要再拿两瓶器的时候 我们不敢靠近 那个胶筒那边 火都已经很大了 因为不到一分钟 车子从冒烟到陷入火海 大家都无法靠近 只能等消防队到场 那个阿波他们家不知道我们怎么样 当时这火灾 也波及到了民宅铁门跟遮雨棚 铁门坏了 女驾驶不断向住户道歉 事后赶快去找来维修师傅 帮着住家修理铁门 轿车是民国90年出场 目击民众转述 女驾驶说她刚加满油 也不知道为何半路冒烟起火燃烧 幸好没人受伤 这20年老车烧到变骨架 起火原因还是要由消防局火掉颗粒清 TVBS新闻 国粉每年最期待的iPhone新机 将会在下个礼拜五正式开卖 除了电信三雄陆续的开放预购 官网也将会在明天开放预定 但实际观察各大电信 预购热度似乎没有去年 这么样的热 国粉们最期待的iPhone13官网 将在9月17晚间8点开放订购 电信三雄观察预购远传发现 最夯的大小是iPhone13 Pro 当中有七成人都选新色天风蓝 有别以往除了256跟512G 还多上1TB能选 但普遍民众都不太买单 这一次13出道的1TB觉得如何 没有用 我觉得1TB有点太大了 你自己这一次是几句 我这我只用4而已 1TB容量只有在iPhone13 Pro和Pro Max搭载 一般照片换散能散20万张 但空机价高达5万4 发表前甚至有3C达人建议 买12就好 功能差不多还能省钱 但除了1TB容量 其他大小其实价格反而比预期低 两个只价差1400块钱 差1400你要买iPhone12还是要买iPhone13 但iPhone13为什么 电力变强嘛 拍照也变强 刘海也缩短 最新的处理器 以萤幕6.1寸iPhone12 128G 24500来看 同样大小同样容量 最新一代的13 128G 卖25900只差1400多 确实新一代CP值更高 但也得看 届时开卖各大通路 12跟12 Pro是否再降价 一旦价差达3000以上 达人就会比较建议iPhone12 已经开放预约的电信业者 有门市人员私下透露 询问度低很多 各家也还在设计资费 跟开卖首日优惠 从苹概股看 每股苹果发表会完后下跌 台湾相关零组件业者 也不如过去涨多 恐怕13本身销售和附带效益 都不如遗忘 可文哲近期接受专访 说要选总统的话 会争取跟侯友宜 鸿海郭台铭 以及赵绍康来结盟 也被联想是要跟赵绍康 搭档选2024吗 赵绍康则是回应 都有可能 台北市长柯文哲 接受媒体人陈文倩 快问快答 民调你高起来 你会去拜访郭台铭支持你吗 会啊 然后如果民调你高起来 你会去拜访赵绍康 侯友宜这些人支持你吗 没有问题 没想太多全都答会 等于侯郭照三个大咖 全都会是柯文哲锁定拉拢的目标 那被视为蓝英声量最高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 会相挺吗 我们现在大家都要好好努力做事 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也不要忘了 振兴跟纾困 面对敏感政治体 侯友宜直接必答 毕竟自己在地方上 被拱选总统的声音也不小 不适合表态 而曾经说不涉入政治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办公室则不回应 那对于蓝白和不排斥的资深媒体人 赵绍康呢 对他来讲可能 确定就是要选嘛 那选举人当然广结善缘 到处拜访 争取支持很正常 赵绍康持开放态度 也没放弃合作的可能 甚至在之前赵绍康专访柯文哲时 后头的时钟还呈现2024 那时候的巧思就被解读 想跟柯文哲 携手拼2024 如今赵绍康再被点名 柯照搭配 还有希望吗 柯照配 赵柯配 这个到时候在看嘛 我觉得第一个 你保持一个弹性了 那现在谈谁配谁都太早了 如果现在说赵柯配 对柯文哲不太礼貌 那谈柯照配 对国民党不太礼貌 没把话说死 而且近期布局动作也不少 丑组战斗兰 积极拉拢支持 还在接受专访时称 自己适合当总统 赵柯结盟 话题仍未结束 汉官演习第四天 国军正模拟 台北港遭受敌军特攻夺区 而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 场面很震撼 蒙面敌特攻利用阶梯做掩护 架起步枪 对我军疯狂扫射 我军发起反击 扔起烟雾弹 后方汉马车辆掩护射击 让海陆弟兄逐步朝建筑物方向进攻 场面逼真气氛紧张 我军弟兄更不胜重担 倒地哀嚎 班兵立刻实施战场救护止血 掩护汉马救护车前来 伤患后送 海陆宪兵还有陆军 联合军种攻击模拟台北港 遭受敌军特攻攻击 要进行大规模的夺回作战 联合军种作战 是我军战术新思维 各军种发挥所长 海军司令也穿虎斑泥彩 清零现场试倒 毕竟台北港战术地位超级重要 台北港一旦被突击成功之后 其实它可以引导 后续的所谓的装 比较重装的一些后运船 或者运速局慢慢的登陆 占据的 我们国际防御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点 不只港口很重要 不远处的淡水河口巴黎沿岸 也布下冲通兵力 模拟敌军强摊登陆 我榴弹破炮齐发 两架UAV征收直升机 也在战场盘旋 及时回传资料 供指挥官下令精准打击 机械化步兵从壕沟射击 摊案也有防御攻势 不让敌方再聚 轻易上岸 不少年轻人都很喜欢抖音 国台办发言人也注意到了 还表示大陆文化已经成为 台湾学生的一种时尚 但民进党立委忍住大酸 说台湾民众都笑 简体字是残体字 年轻人最近都爱听什么歌 没有开玩笑 街坊10个18岁以下的年轻人 有一半都会唱这首爆红的抖音神曲 热爱105度的你 有的还会追喜欢歌手翻唱的歌曲 你发现了吗 不少年轻人点名的歌手都来自对岸 不见得透过抖音 从脸书跟YouTube都能看到演出片段 而且还有很高的点阅率 打简体字啊 听大陆歌啊 看大陆的影视剧啊 说大陆的流行词啊 确实呢 已经成为台湾青年学生的一种时尚 台湾的年轻人是把它戏称叫做 大呛对岸思想通战 只是会看大陆影片会听大陆歌曲 真的就会增加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吗 我喜欢抖音不代表我可能会喜欢大陆那方面的东西 不会对我的想法也会有不一样吧 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 可是就是很明显很多台湾的抖音上面会扳引一些大陆的影片上来 对那这很明显就是算是一种就是思想上的传播吧 有人认为是阿贡的阴谋 也有人认为音乐无国界 大人们不要想太多 TVB的新闻全由小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